记者刘建伟台北报导森田到杜拜旅游 to check our check提供 红CAO森田日前趁着工作空档放松 飞到国外旅游 得地是期待已久的杜拜 久违出国的他表示 这旅行让自己这两年的忙碌可以好好放松 把我拜的旅行淡季时机出发 来体验看看传说的舍旅行 他搭乘了阿联酋航空体验商务舱 在当地长各式一国料理 住在仅有24户的沙漠保护区范 粗估此探花费约七位数 有趣的是他体验了奇落 笑说我一开始很害怕 佩服骆驼要怎么支撑众 才发现骆驼真的很伟大 很人性也很听话 森田换上当地服装 成了阿拉伯王子 在中东炎热气 下体感温度高达有50度 逛着当地的旧城区 喝着墨里的星巴克 有许多民众热情要求合照 让他惊讶又好笑 直呼这趟旅程大开眼界 森田认为地基及都市建设 很有野心 因为没有地震 整个区都是填海填起来的 所以没有太低层的地下 皆未往上盖的高楼大厦 每栋大楼几乎都50至70楼 直夸 很壮观 好雄伟 建筑物盖得特别高 仿佛来了未来城市 森田成了阿拉伯王子 图check 提供当地燃炎热 但森田笑称 在杜拜的好处是 再怎么流都不会臭 因为干度只有13度 整件衣服湿掉还是香的 身体也还是滑滑的 唯独洗完头发会有干 感觉 因为在沙漠中要取得一滴水很困难 透过水运用技术转换成饮用水和生活所需用量的 更了解到当地水源是非常珍贵的 在这趟旅行也挑战自我极限 第一次尝试空中跳伞体验 从15000尺的高空一跃而下 但向来注重外表细节的她 玩照片后 打趣说 高度是比九天玄女高一点 唯 有个遗憾 就是第一次跳伞的脸部管理实在太 了 算是丑得有高度 鸟看着朱美拉棕榈倒真的 美